大家好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1月15号星期一 亚太时间是1月16号星期二 台湾的这次大选深深的刺痛了中共 气急败坏之后是小动作接连不断 但是拜登政府只出了一招 就让中共无功而返 没有办法之下习近平亲自上阵了 要求要加强爱国统一 也就是加强对台湾的间谍渗透了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太阳花会不会再度盛开呢 我们分析赖萧佩胜选的原因 有网友总结了十大理由 其实赖清德还有一个法宝 而萧美琴认清中共的邪恶 应该追溯到美国的上学期间 今天下午 台湾外交部宣布与大洋洲小国脑鲁断交 全面停止双边合作计划 并且撤离大使馆和技术人员 原因是脑鲁先宣布了断交 然后向中共投怀送报了 脑鲁断交的理由非常牵强 声称是以联合国2758号决议和一中原则等 事实上 脑鲁是台湾多年的邦交国 此前为什么没有提出呢 而在这次台湾大选刚刚结束之后就急不可耐的断交 更有意思的是 脑鲁昨天还在祝贺赖清德当选总统 而今天转过脸来就宣布断交 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呢 其实脑鲁和台湾断交对台湾的经贸影响并不大 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 只是这个小国变脸之快让人有些遗憾 但是这也反映出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脑鲁领导人的目光短浅 这一点在今早的直播当中我已经说了 我这里就不重复了 另外 脑鲁与台湾断交 转向与中共勾三大四 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 这是一个不幸的事 因为中共花钱买通脑鲁 实际上是买通了脑鲁的领导人 对他们进行了贿赂 而脑鲁的百姓是得不到什么利益的 不但得不到好处 反而会带来坏处 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 大家知道去年三月 洪都拉斯被中共挖脚了 我们不知道中共向洪都拉斯撒了多少钱 但是洪都拉斯转向了中共 跟现在的脑鲁是一样的 可是洪都拉斯的媒体报道 跟台湾断交之后 这个国家的养殖虾产业正在面临着崩溃 报道引述 洪都拉斯水产养殖协会执行长表示 现在养殖场倒闭 造成1000多人失业 以及大约3900万美元的外汇损失 另外 厄瓜多尔也是被中共挖脚走的 但是现在厄瓜多尔也出现了大量问题 不仅中共承建的基础设施有问题 而且向中国的出口数量也是暴跌 仅仅2023年 厄瓜多尔的虾产业就损失了14亿美元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脑鲁未来的情况 估计用不了多久 这个小国也会发现被中共耍了 或者是在经济 或者在其他方面一定会出现问题 因为谁跟魔鬼走得近 只有被骗和耍弄 最终会自己吞下苦果的 脑鲁变脸反映出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被深深的刺痛了 已经恼羞成怒了 脑鲁虽然此前也有要变脸的迹象 但那只不过是为了向台湾想多要一点钱 耍他这么个手腕 而这次的变化显然是中共的作用 台湾大选的结果与中共想要的是完全相反 中共对台湾的渗透瓦解虽然一直是在蠢蠢欲动 但是这并没有左右大选的结果 赖清德还是如愿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16任总统 这表明台湾人是唾弃中共的 不愿意让中共支持的人选领导台湾 更主要的是习近平一直沉浸在统一的梦中 一直想把台湾给抓在手里 但是这个选举结果让习近平大失所望 两岸关系越来越远了 习近平的统一大梦已经是碎落一地了 这样的情况习近平肯定是不甘心的 所以从外部下手用金钱利益收买脑炉 又是脑炉宣布与台湾断交 来消解中共的心头怒气 金元撒币挖脚台湾 中共一直都在国际社会上 在试图孤立台湾 不过即使中共再怎么挖脚折腾 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孤立台湾 只要有美国在支持台湾 中共挖走多少个脑炉这样的小国 其实对台湾的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 无关紧要 只要美国在坚定支持 台湾就不可能孤单 昨天美国前国安顾问哈德利 前副国务卿施坦布格 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罗森伯格一起抵达了台湾 一方面是传递美国民众 对台湾选举成功的恭贺 同时表达对台湾维持繁荣 持续成长的支持 并且重申美方长久以来 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关切 其实说是美国民众 对台湾的恭贺 我想大家都清楚 美国在台协会就是事实上的美国驻台大使馆 只不过是美台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所以就称为美国在台协会 也就是说 美国的访团是代表着拜登政府来的 是拜登的特使这一招 胜过了中共所有的折腾 蔡英文和赖清德今天分别接见了美国访团 蔡英文表示说美方在台湾大选之后 立即发表祝贺声明 并且派出重量级跨党派代表团访问台湾 这个意义重大 不仅充分展现美国对台湾民主的支持 更凸显出美台关系的紧密与坚实 后任总统 现任副总统赖清德 对美国访团表示 将在蔡英文政府的基础上 持续捍卫台海和平稳定 希望美国能够持续的支持台湾 深化美台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 有美国的支持 台湾当然不用担心在国际上被中共孤立 但是也应该说 台湾同样需要接慎恐惧 加强自身内部的轻轨行动 中共官媒在今天报道 党刊求是明天将发表习近平的文章 要求落实他关于统战的重要思想 文中称统战这是中共的重要法宝 必须长期坚持 习近平表示 要求要解决好人心和力量的问题 坚持中共的领导 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 发展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 推进中共统一等等 显然习近平也是看到了 中共以往对台湾的渗透和间谍行动 在这次的大选当中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所以一尊亲自出面了 要发展在台湾的爱国统一力量 中共所说的爱国统一 说白了就是对台湾的间谍渗透 也就是说习近平和中共一定会努力的推进 在台湾的间谍活动 以试图影响左右台湾未来执政的赖清德政府 甚至中共要试图会让赖清德政府跑空车 关于台湾的内鬼问题 我在多次节目当中都提到过 我希望台湾少一点吃里扒外的人 少一点为了利益出卖台湾 甚至威胁台湾国家安全的人 这些人如果真觉得中共好的话 你可以去中国大陆生活 台湾政府应该是不会阻拦的 生活在自由社会就应该维护自由和国家安全 不能为一己之私出卖自己的灵魂 为邪恶政权做事 咱们说假如中共达到了目的 它还会把这些叛徒这样高捧在手里吗 不会的 中共一定会清理掉这些叛徒 中共对叛徒的处理手段 那可是相当可怕的 说到这 第二 我跟大家分享一位台湾朋友给我写来的信 今天早上直播之后 这位台湾朋友给我发消息表示 台湾内鬼不只搞军购两岸外交 还在故意挑动年轻人对执政当局的仇恨 消息中表示 有参选人在选前打出了居住正义牌 强调年轻人买不起房 并且讲得很严重 造成了很多年轻人有了被剥削的感觉 但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年轻人也是买不起房的 因为年轻人工作时间短 没有积蓄 买不起房是很正常的 这位朋友指出 表面上在内政方面好像是在监督政府 但背后其实是中共的认知作战 民众很不容易识破它 这样搞得执政当局疲于应对 却没有更好的办法消除这些造谣 也影响施政 未来这样下去 交出好成绩单会更不容易 这位台湾朋友还表示 很多年轻人是被这些虚假资讯欺骗了 并没有深思熟虑实质问题是什么 于是想换一个政党试试看 但是一些政党内红黑势力都有 是中共在背后起作用 这位朋友指出 台湾很多年轻人只是听信了一些人的甜言蜜语 这是对中共认识不足的表现 信中这么写的 有这样一句话 骗子能骗人 主要看傻子就看傻子愿意被骗多久 小吉隆还表示 立法院三党都不过半 就将造成执政党被国会撤走的情况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甚至乱成一锅粥 导致政府无法施政 那个时候可能太阳花会再次开花 太阳花指的是2014年占领国会事件 这是台湾大学生与公民团体共同发起的社会运动 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台湾执政当局强行通过福茂协议 强化中共的政治影响力 再经过近一个月的抗争 迫使马英九当局最终不得不撤回福茂 我是希望台湾立法院的各方都能以大局为重 坚定的反抗中共 不要再次爆发太阳花这样的运动 如果各方都能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反对中共 这将是台湾人民的福祉 一旦哪一方为了制衡而制衡 为了撤走而撤走 长此下去 太阳花再次开花的确是有可能的 我们还是回到这次台湾大选 虽然选前就有不同的猜测 但是绝大多数人开票前就已经有了答案了 认定赖清德和肖美琴会胜出 结果也确实是这样 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有网友总结了赖肖佩胜选的十大理由 其中有七个是与中共党魁有关 是习近平对他的助选 分别是习近平搞垮了香港 发动新文革 搞垮了中国经济 搞警察治国 在世界到处树敌 逼退外资和重建集中营 这七个理由是习近平助选赖清德 的确习近平的这些举动使台湾人非常恐惧中共 导致人们不敢支持亲共的候选人 担心支持了亲共候选人 早晚会让台湾落入中共的手中 台湾也会变成中国大陆和如今的香港一样 这也是国民党和民众党落败的原因所在 猪队友的作用十分明显 有网友表示赖清德应该打电话给习近平 对习近平的助选表示感谢 当然这是一种嘲讽啊 是这样的 赖清德顺利当选习近平的确功不可没 如果不是他搞垮了中共国 如果不是他折腾的让台湾人民恐惧 选举结果什么样还真的不好预料 没有人会想得到 那么除去习近平助攻 另外三个原因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是 国民党的亲共和腐败 使这个百年大党已经没落 另外一个是 蔡英文政府有着比较坚实的民意基础 赖清德可以诚实而上 第三就是赖清德本人 德才兼备 没有丑闻和污点 对于国民党的没落 许多人都看见了 美国中华民国海外公民委员会秘书长 维克德曹他就直言 国民党与中共走得太近 这是他失去人心的原因 所以在总统大选中输得很惨 这位曹先生也提到了 从现在如果国民党去骂中共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因此一步步的收复民心 就看国民党会不会这么做 其实蔡英文政府有民意基础 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对中共的态度 面对中共的文攻武嚇 蔡政府不卑不抗 八年当中赢得了不少的民意支持 当然了 除去上面这九点原因之外 赖清德本人 德才兼备这一点更主要 如果选出的领导人是亲共的 而且丑闻一大堆 那这样的领导人 怎么可能带好台湾呢 可是大家都知道一句话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一定有一个女人在默默的付出 这句话用在赖清德身上 我们现在看来是非常恰当的 就在台湾大选日的前一天 12号 在赖清德的助选活动上 他的太太吴梅如 终于亮相了 亲自为自己的先生站台 这是赖清德从政三十多年来 吴梅如第一次亮相为他站台 据台湾媒体报道 吴梅如的气质优雅 当年是淡江大学的校花 大三的时候 赖清德展开追求 后来赖清德到金门福兵役 两个人书信不断 最终是步入了婚姻殿堂 在吴梅如看来 赖清德并不浪漫 但是他很正直 这是他选择赖清德的重要原因 赖清德从政三十年 吴梅如极少公开露面 更不干预政部 早前吴梅如曾在台湾电力公司任职 但是在赖清德担任台南市长之后 为了避嫌 他主动调到了高雄星达电厂 后来赖清德出任行政院长 他干脆辞职回家了 悉心的照料先生的生活 正向网民们所评价的 赖清德的太太是典型的 传统相夫教子的贤内助 习近平声称统战是中共的法宝 哪叫什么法宝啊 实在是污着了法宝这个词 我们说赖清德先生 他的太太 这才是赖清德从政三十年 没有劣迹 并且最终当选总统的法宝 那说到这儿呢 我要提醒准总统赖清德先生 太太吴美如全心全意的相夫教子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三十年了 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呢 作为国家领导人 虽然非常繁忙 但是也要注意关心体贴自己的太太 中国年马上就到了 买一份礼物送给自己的太太 表达一份感激 我有一个推荐 雅诗兰代小东平就是不错的选择 现在蓝莓优品正在搞年终大优惠 台湾也有货仓可以随时发货 正版单瓶装的100毫升精华液 价格200多美元 现在只要150美元 两瓶装原价400多美元 现在只要288美元 如果观众朋友也想买一套 送给自己的太太 或者是讲了一下自己呢 我们也同样支持 让您享受总统的这个价格 我们的库存有限 卖完为止 不过大家不妨先买下来 到过年的时候 送给太太或者是讲了一下自己 抱歉不小心插了一段广告 其实作为男生 一年到头了 的确是应该感谢一下自己的家人 好了 咱们接着说话题 其实赖清德胜选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他选对了搭档 萧美琴为他拉抬了不少人气 说起萧美琴 很多人尤其是大陆的网友 仅仅知道他是被中共国台办 明确定性为台独分子的 其他的几乎就是一无所知 公开资料显示 萧美琴的母亲 萧秋碧玉是来自美国 1971年出生在日本的萧美琴 1990年代加入了民进党 这比蔡英文还要早 1996年从纽约返回台湾 一直在民进党内任职 2020年蔡英文对他唯以重任 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女性驻美代表 在中共的眼中 萧美琴一直被抨击为是反华分子 2022年8月 中共公开点名声称萧美琴是时任 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始作俑者 今年4月中共又扔出了制裁令 严禁他和家人进入陆港澳三地 在赖清德宣布与萧美琴搭档之后 中共又抛出了一个新词 叫双毒组合毒上加毒 中共一步步的是在措辞上变本加厉 其实大家想折射的 恰恰是中共对萧美琴的忌惮 也恰恰说明赖清德和萧美琴 对邪恶的中共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才会被中共恐惧 不会被中共利诱欺骗 那么萧美琴是如何认清中共的邪恶的呢 网络上有一个像是八卦的传闻 说萧美琴国中毕业之后 到了美国去读大学 当时在前副总统吕秀莲 与陈文倩等人的带领下 一同致力于台湾加入联合国等事宜 但在当时他有一段 为期两年左右的恋情 大约是1993年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 萧美琴与大陆留学的刘亚东 交往了两年多 在自传中萧美琴披露 曾有过一段回忆 书中写道 当时我还很天真 很单纯 曾和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交往 我体会到了中国人的险恶 文中表示 萧美琴认为他很聪明 能力很强 当时只觉得他很厉害 没有想到这个人背后思维方式的复杂 或者说冷酷理性的一面 分手时我只是没办法理解 为什么会有人主动来伤害我 对这段叙述 我们换一种说法 就好理解了 刘亚东与萧美琴并不是真心的交往 似乎是带有某种目的 所以才让萧美琴体会到了 人性的险恶 有香港媒体透露了 当时与萧美琴交往的刘亚东 是邓小平的翻译 目前是在纽约某大证券公司的主管亚洲事务 2017年 香港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 涉嫌在美国贿赂非洲政要被抓了 后来被关进了监狱 在纽约开庭的时候 华新国际策略控股CEO刘亚东 曾现身旁听 法庭文件还显示 刘亚东曾两度计划到狱中探访何志平 华新国际策略控股 这是中国华信在海外设立的机构 刘亚东是华信集团 美国公司总经理 据刘亚东在社交网站自我介绍 1985年至1990年曾在中共外交部任职 1992年至2000年曾在哥伦比亚大学 公读博士2013年开始在华信国际策略控股任职 由此香港媒体推断 这个华信的刘亚东很可能是肖美琴的前男友 不过华信老板叶简明早已经被抓了 不知道刘亚东是不是还在华信 或许已经是树倒胡森散了 但是刘亚东是不是在华信 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中共官员所表现出来的阴险和狡诈 她的思维意识当中都是利益和欺骗 这让肖美琴感到了可怕 因此也看到了中共官员人性当中的丑陋 我不确定这段经历 是不是就是肖美琴坚定反共的开始 其实就算是没有这段经历 我相信她也会认清中共邪恶的 因为善与恶是决然对立的 只要人性中有善 迟早都会看到中共的邪恶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并且订阅 同时加一小铃铛 如果您愿意支持我 视频下方有捐款链接 大家可以对我进行资助 或者订阅我的会员节目 最后我再提醒大家 蓝莓优品是我的长期合作伙伴 里面有很多种好商品 有几十种 包括真黑染发护发乳 亚伯乐亚粉等等 还有亚世兰的小东瓶 KG5件套 KGuardians面膜 还有Domorola不尿酸面膜等等 所有的商品都是正品保真的 而且价格是全网最低 在其他地方您是找不到的 我希望大家把这个网址保存下来 然后大家记住我的折扣码 XWKD 您这样购物就方便了很多 而且会买到合理价格的优惠商品 绝对是正版的 好了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明天早晨再会